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曲 李宗盛 我离开基金会十年了 回来之后看到很多森面孔 我看到也很欢喜 这么多年轻人说佛 这是一种好事情 我们大家我想都知道 现在的社会不仅仅是台湾 在整个世界是一片混乱 真的是古人所讲的乱世 我们不幸生在这个乱世 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混乱 确实有许许多多 这致死人人 都在想方设法 如何能帮助社会 回归到安定和平 社会的安定和平 可以说是全人类的 最大的一个期望 我们走了许许多多的国家 亲眼所见 亲眼所闻 但是始终就是找不出方法 这是相当遗憾的一种事情 不是不在寻求 尤其是联合国 在七零年代 就已经在召开 国际和平会议 他们只有一个目标 也就是只有一个期望 怎样化解冲突 二次大战之后 这个世界上 各种不同的冲突 不断地在发生 如何能够帮助社会 恢复到安定和平 我们修佛的人 对这些事情很清楚 十几年前 李宾南老老巨师 网生 我在台北将军 网生的前一天下午 他告诉身边的同学 说这个世界乱了 祝佛菩萨 神仙下凡都救不了 他说我们唯一的一条生路 就是念佛 就是念佛求生 这个话是真话 是老实话 八万四千法门 任何一个法门的修许 都必须要断烦恼 你才能够出得了三千 修佛 最低限度的程度 是你超越轮回了 真的成就 如果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 不算成就 纵然升天 天的寿命比人长 寿命到了 还要继续不断搞轮回 这是我们应该要 坚决的一桩事情 八万四千法门 好了 尤其是佛在 《波若经》上讲得多清楚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任何一个法门 都能帮助我们 尽心臣服 那么问题呢 我们能不能 把妄想分别执着方向 真能放得下 你就成佛了 不但超越六道了 而且超越十八截了 所以这个四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太难了 所以奢望 一切诸佛如来 没有一个不赞叹 弥陀净土 为什么 这个我们要得好好想想 弥陀净土殊胜 在什么地方 绝不是 书生在 十八截 方便土 不是 书生在 凡胜 通知土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住的这个世界 是释迦牟尼佛的 凡神通知土 我们讲 四圣法界 深文研究 菩萨佛 这是释迦牟尼佛 苏婆世界的 方便游余图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由他的十报 中印度 我们凡夫 见不到 不但凡夫 见不到 连四圣法界 也见不到 可是 我们这个凡神通知土 麻烦 造业当的人 太多了 也就是 不善的人 太多了 善人太少了 我们在讲习里 也曾经多次的报告 极乐世界 给我们这个世界 在理论上讲 没差别 为什么呢 境随心转 我们外面的环境 山河大地 都是随着人心在转 极乐世界之所以美好 就是那个地方的居民 都是上善之人 这是世尊给我们介绍的 解释上善 知灰一处 所以 他的一切环境 人心好吗 都变好了 就这么道理 那我们这个世界 到现前 可以说是 上窝之人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跟十善业不相应 跟十卧相应 所以我们制度的环境 越来灾难就越多了 天灾 人祸 是人热出来的 天灾 还是人 热出来 这一段事情呢 那是在华言里面 讲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这次 希望用短一点的时间 把华言的奥指 好好学习 我们采取 新手过私的 修华言奥指 望尽还原观 这份教材 我们过去学习过一遍 用了96个小时 那这一次再次的 我就想讲第二遍 重新再讲一遍 跟大家一起学习 这个小册子里面 总共分六门 前面三门 就看得过 后面三门 是放得下 我促学习的时候 张家大师 告诉我 我向他老人家请教 我说我现在知道 佛法殊胜 知道 这个 这个 这个经典的好处 我问他老人家 有没有什么方法 让我很快的就欺辱 他告诉我 看得破 放得下 就欺辱 所以我们一看 还原观里面 这六条 前面三条是看破 后面三条是放下 看破放下 都不容易 太难了 因为经上所讲的 对象不是我们普通人 是法身大死 那程度就高了 所以他从哪里讲起呢 从真如本心讲起 你看我们常说 迎信 见信 见信就成佛了 他从见信 信是什么 他从这样讲起 确确实实 慧能大师在谭经里 讲的那五句话 他从本质清净 本不生命 从这讲起 然后跟我们讲 本质具足 能生万法 能生万法 宇宙怎么来的 生命怎么来的 我从哪里来的 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 这看破 这真的看破了 可是 是真看破了自己才得受用 我们现在是听佛讲的 他看破了 听他说的 听他说的 我们没有入那个境界的时候 还是不管用 也就是 还是放不下 可是这个有好处 真正了解 著法实相 就是宇宙人生真相 脑子里有个概念 佛告诉我 宇宙跟自己是一体 宇宙跟自己是同时发生 大经上常讲 怎么来的 微信所信念的 微时所变 微信所信念的 是识暴徒 微时所变的 就是识法界一阵状言 识识明 识就是妄想分别之处 随夫告诉我们 妄想分别执着是三大类的烦恼 三大类 妄想叫无名烦恼 分别就是沉沙烦恼 执着是见私烦恼 这么一说 很多同学 印象就比较上 清楚一点了 如果我们能够把执着放下 对于事出事件一切法 都不执着了 见私烦恼断了 六道没有了 就是勇家大使所说的 最后空空五大类 一道没有 他还有四圣法界 如果把分别 把妄想也放下了 四圣法界没有了 还有十宝图 把我们称为一阵法界 那这一阵法界怎么现成呢 我们在华言里面 看到清凉大使的 开始 那这才明白了 那是无名的习气 没断 无名的习气 献出来的 就是十宝中原图 四十一瓶 无名习气 无名没有了 起心动念 真的没有了 习气 习气在 习气没断 这习气什么时候才能断得了呢 大经上讲 三大阿僧七戒 所以三大阿僧七戒 是断无名习气 不是断别的 如果连我们身上 见识烦恼的 一起来断的时候 无量戒 不是三千大阿僧七戒 三大阿僧七戒 在华言里面 从正德出住 那一天开始 那我们知道出住 就不在十八戒了 在十八戒的时候 是行为的菩萨 在十八戒 七行为 相当于 小臣的阿弥陀 到七行为的时候 就是轮回没有 幼稻没有 所以才算是方便 犹豫图 那这个我们是搞得搞清楚 搞明白了 如果 无事无名的习气都没有了 世暴专业图也没有了 那像我们现在讲的 化妆世界 极乐世界都没有了 都没有了之后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 长极光 那你说 长极光图 长极光身 实际上身跟图 都可以讲 长极光的都什么都没有 没有精神的现象 也没有物质的现象 那就是自信的本体 所以说是 何其自信 本自清净 何其自信 本不生灭 是长极光 长极光是这样 长极光是体 是他现的 像是他现的 像是幻象 不是真相 所以凡数有像 皆是虚妄 不但我们的像是虚妄 就是 是暴徒的像 也是虚妄 他没有说 时暴 例外 没有 时暴 也是虚妄 这个搞清楚 也很不容易 搞清楚之后呢 那你就 这就叫你放下 想想 应该放下 不放下 就自找麻烦 所以我们才想 为什么要放下 放下 为什么这么重要 像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实现 他实现 就是我们现在 决定大多数的 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好学 我也求学 他来表演这套 给我们看 让我们在这里 觉悟过来 醒悟过来 那么他老人家 实现的 19岁离开家 出去求学 学了12年 那我们晓得 释迦牟尼佛 他身份特殊 是王子 身份特殊 贵族出身 人家聪明 好学 你想想看 哪一个老师 不喜欢这样的学生 遇到这样的学生 都账宝啊 为什么 他都会传罚了 释出世间教学的人 这老师一生 唯一的希望 没有别的 希望他有传人 有好弟子 能传他的法 所以释迦牟尼佛就变成 那个时代 所有宗教的高人 所有这个 学术学术界的这些大德 都把他看中了 那么印度 在那个时候 无论在学术宗教 都是领先 全世界 没有人能不能相比 中国也比不上 这什么原因 他们修定 所以佛经上讲的 四禅八丁 要知道 这不是佛教的 古 佛罗门教的 那么佛罗门教 就是现在的印度教 我跟他们接触 很多 他们不重视历史 他们传说 比佛教要早一万年 都可以相信 可是现在国际上 承认 在宗教里面 他的历史最长 承认 承认他是至少 有八千五百年 换一句话说 比佛教早五千年 但是他们的传说 我相信 因为一般古迹的时候 还是很保守 你说释迦牟尼佛 世界公认 今年是两千五百五十二年 我们中国历史就不是 中国历史的时候 大概今年是 三千零三十多年 这个可以查得到 像西印老婆生 他们的著作都用 中国的老的这个记载 释迦牟尼佛出身 著作小的 周朝朝王二十四年 加淫 灭度呢 是周牧王五十三年 照这个来算的时候 就三千多年了 所以这个差别 差别差不多六百年了 我们也不必管这些 这不说 这都是妄想分别之作 所以用不着去管他这些 这就说明 你要说哪一年 到底是真的 那只有把释迦牟尼佛找来亲自去问他 除此之外 每一个人说他都有道理 他都有找到一些依据 所以很难说是哪一年 我们不要去打这往下 打这往下很冤枉 我们只了解 他视线里面 他的用意 他给我们什么启示 这个重要 所以十九岁出去求学 那我们看他这个情形 当时宗教界 印度界的高人 他都接触到 多可能我修过 那么既然重视禅定 这个我们就晓得 四禅八定 就把整个六道的状况 全都明白了 你看到这个 第八定 第八定是飞翔飞翔出天 所以他们从最高的飞翔天 到下面阿比迪 它是定中的限量境界 它不是飞翔的 不是假设 不是幻想 它真的见到 那么对这里面的情况 但是我们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都做不到 可是我们能够推想得到 很可能 释迦牟尼峰跟我们一样 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六道轮回从哪来的 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之外 还有没有世界的 我们一定会想到这三个问题 但是这三个问题 印度的宗教不能解答 印度的学术界也不能解答 所以释迦牟尼峰表示 给我们看放下 十二年所学的放下 放下入更深的场地 这才是大车大悟 鸣心坚心 问题解决 你看他 车悟之后 把他误入的那个境界 讲出来了 就是大方观佛化言 他在定中讲的 二七日中 也有经典说三七日中 这个都不要管他 二七十四天 三七二七 我们不要去打这个妄想 到底是二七是三七 这不能解决问题 佛教我们放下就是了 所以你也都放得下 不要去分别执着这些 这说出大方观佛化言 我回头再想想 中国六族开悟了 建信的 建信成福 跟释迦牟尼峰 跟释迦牟尼峰 和境界完全相同 凡是建信的 境界都相同 都是成福 你先说过斯 能够写出望境还原观 他要不使正的这个境界 说不出来 那么六族开悟之后 只说了二十个字 这是自信什么样子 何其自信 本自清净 这第一句 本不生灭 第二句 本自居足 第三句 本无动摇 第四句 最后一句 能生万法 就是一部软软整整的 大方观佛化言 它是六说 释迦牟尼峰西说 你看西说 龙树菩萨在龙宫里面 建造的大本 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成绩 一四天下微成品 能大死的时候 把它归纳一下 二十个字 不争不解 不可思议 所以花言叫根本法轮 佛当年说这一部大经 定中说的 我们是一件凡人 看到释迦牟尼佛 在菩提树下打坐 哪里知道 他在开花言发挥 参加花言发挥的 法身大死 才有这个定功 才能入这个境界 佛师就像 蒲门群三十二一一样 应以佛生而得度 他先佛生 这个慧能大师呢 应以比丘身得度 他就先比丘身 应以祖师身得度 他就先祖师身 谁能以献身 尤其能大师告诉我们 你看吴金章比丘尼 拿着《大碟盘经》 向他请教的时候 会问他 我不认识字 你给我看 我看不懂 我认识字 你念给我听 他讲给他听 他说你不认识字 你没有学过 你怎么回家 这个 与学 无学 不相干 你看 释迦牟尼佛 实际就学了十二年 放下 他要不放下呢 不放下呢 十二年所求的 变成所知的 不能进行 这就告诉你 这个事情 与学不学 无关系 所以张家大师告诉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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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看破了 看破 你再放下 所以他说 从处发心 到如来地 就是看破 放下 相辅相辰 他这样上去 那个时候我年轻的 二十六岁 勤劲大师 听了这些 开示 四动 非动 我就从哪里下手 就从布施 跟我讲 财布施 法布施 无为布施 布施很明显 会有果报 果报现成 还要把 东西施掉 所以跟我讲 施得 施就是施施 施了一定有得了 得了之后 要把那个 那个得 要施掉 施得 你才舍得干净 你才能尽心 如果你舍得 舍了 那个得又来了 好了 它又变成障碍了 总而言之 你尽不了心 你可以享受 人听佛报 连轮回都出不了 所以这个要 有高度的 紧觉性 就是得到的 是要舍得干净净净 你看 自信是清净的 里面一尘不染 你有一点点 得的念头 都是染 这个东西都要不得 所以八万四千法门 那是方法 不一样 门道不一样 其实方法门道 不止八万四千 四红十月里面讲 法门无量 十月说 方法门道 无量无边 但是都是通 无上道 都是帮助你 民心见心的 随它平等 哪个法门都一样 都可以 民心见心 但是我们众生 更新 不相同 哪一个法门 对我 适合 能够帮助我 就是恢复 清净心 放下 这个 妄想分别 职责 放下 放下这些 那对我就有 就有 受用 过人习气不一样 所以我这一生 得了一点受用 因为我喜欢读书 大概给那个 喜欢求学的人 会有同样的这个效果 那我们就是每天 用读经 讲经的方法 这个是修行 读经 讲经 就是界定会三学 一次完成 因为我要讲经 每天就准备功课 都要很专心 头脑就没有贪嗔痴慢 如果还有贪嗔痴慢 还有是非人果 那你就修不成了 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慢慢渐渐 他就达到这个境界 所以世尊给我们的视线 我们要善于体会 要认真去学习 他老人家一生 没有见到场 做给我们看 为什么不见到场 见到场 你就有累赘 你就要管很多事情 管这些事情 你决定见不了心 你一生搞什么 人天佛报而已 那佛报现前了 在享福 确定造成业 所以佛家讲三十愿 第一生修福 第二生享福 享福造业 佛想完了 过业现前了 就入山土去了 就三十愿 所以一定要向 释迦牟尼佛学习 不要管这些 是非人物 不管这个东西 一行相道 他实现 给我们实现的 一生教学 从三十岁开悟之后 七十九岁 远吉 是讲经教学四十九年 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 最重要的神教 神教能感动人 然后再是研教 以神教为主 以研教做辅助 他的教学成功 那看看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这个教学 是失败的 什么原因呢 我们是以研教为主 神教不要了 能说不能行 这真的 这不是真知智 所以我们教训了一成苦 我们前几年 三年前 在这个 我的家乡 我们做了一个 弟子归的实验 做一个小镇 做个实验 做实验之前 我们招收了 三十七个老师 把这些老师都修复的 我们希望呢 把中国传统 这种东西试试看 在现代这个社会 还管不管用 这就要求老师 希望他能在四个月 把弟子归落实 我就告诉大家 不是讲教学 释迦牟尼佛 是个成功的老师 孔子也是个成功的老师 他凭什么呢 他做到了 他做到之后 他再说 最圣人 说到之后 能做得到 这些人 说到之后 自己做不到 那叫骗人 那你怎么能成功呢 所以我就勉励他 要求孔子 要求设家 我们先做到 弟子归里头 总共 我看了一遍 总共讲 1013庄4 这1013庄4 我们统统要落实 统统要做到 表现在我们 身心 我们的教学 就会成功 这些老师很难得 我非常佩服 他们两个月就落实了 我们想展开 全民教育 用中国传统教育 丢掉至少四代了 佛在 无量时 正常教育 讲的话 讲得好啊 先人无知 不识道德 无有余者 疏无关也 所以我们现在 你们不懂得 能力道德 什么原因 你们的前辈 无知 父母 父母在前辈 还是无知 至少要说到什么 我们的高祖父 大概他知道 我们真祖父以下 一代 一代不如一代 那我们现在 怎么能怪 这不能怪我们 所以这个东西 教就难了 从前教很容易 现在丢掉四代了 那怎么办 你说我们教年轻人 大人不做 年轻人不相信 你在学校教学生做 老师做不到 学生不相信 那个教育肯定失败 所以我们就要求老师 我说我们这次要做的是 我们做事业 这个小镇 居民四万八千人 男女老少 过行过街 一起教 一起学 高成功 不是一起学习的话 肯定搞不成功 因为这种事情 在民国初恋的时候 好像梁树民他们做过 有人做过事业 没做成功 所以我就想着说 不成功的一定有原因 要搞全民教育 才能搞得成功 结果我我们预先想到 跟老师想到 两年到三年 这个地方的居民 可以 至少是一半的人 能落实弟子规 就成功 要从永正上遇里面讲 十分之一的人就算成功 那一半的人 那就很殊胜 结果没想到 三个月 大概 这个当地居民 三分之一就转变了 这个叫我们很惊讶了 我们预计是两年到三年 这三个月 沉寂着住 所以我说这是 祖宗之德了 三宝加持 这不是人力所能为啊 我说老师 我们不能鞠躬啊 这个躬是 是祖宗的 是三宝的 这意想不到的 让我们证明了 三字经上所讲的 人之初心本善 人心真的是本善 没人叫他 一叫他 你看 他马上就醒悟过来 他就支持了 他就不肯做坏事 做坏事就得丢人 这个太难得了 用这个做事业 这个实验成功啊 我们得到很大的安慰 让我们在这里真正的体会到 人怎么是这么好叫的 不难嘛 所以我就想到 怎么介绍给联合国 介绍给全世界 就打这个妄想 那么一想到过两个月 五月 联合国来找我 这就好办了 我们找他 他找我们就好办了 他找我 我还怀疑 联合国找对象 是找国家了 他不会找我们进宗学院的 不可能找这个 大学他也不找啊 世界最著名牛津大学 剑桥他也不会找他 他怎么会找到我 所以我就派了三个人 到巴黎去打听 到底怎么回事 去了之后啊 才了解 真有这么一桩事情 他们要办一个活动 这是教科文组织六十周年 才办个活动 我想这个活动三宝价值 因为他们从来不碰宗教 对宗教有机会 不碰宗教 办纪念 释迦摄迦摩尼佛 两千五百五十周年纪念 讨论的主题 是佛教徒对人类的贡献 这这么一个题 找的是泰国 不是找的我 找泰国 泰国是佛教国家 他找的是国家是对的 泰国大使找我 邀请我参加主办 那这个就有道理了 我们了解状况之后 我就答应 所以主办单位 一共是五个 五个单位 后半 联合国带头 有泰国 有我们金总学院 还有一个世界 佛教学院协会 它是全球组织的 也是联合国的一个成员 另外是一个佛教大学 我们五个单位 这都是泰国大使邀请的 所以这就有机会了 我们把汤匙的成就 在联合国做详细报告 我们要求 我希望让蔡里薛 去做八个小时报告 结果联合国不答应 联合国 这是他们的 这个学术报告的时间 最长两个小时 没有超过两个小时 他也希望我们能遵守 他的规矩 五十两个小时不够 这是大事 在最后谈判了三天 他给我们四个小时 这算不错了 所以我们呢 我们也有办法 我们多几个人报告 每个人两个小时凑几 不就是八九个小时了 所以我们要找了好几个人 大概是超过八个小时 所以我们目的要达到了 而且呢 在联合国的这个展览厅 我们寄了三天 给我们展览 所以做出很好的效果 会后 这个后续 驻联合国 192个国家的代表 都希望到 堂吃就靠他 吃餐馆 这是什么 我们多次 可以在那个时候 我在联合 参加联合国会议 已经做过七次主题讲演 我们都把中国东方东西 辱食到三家的根 就是第四国 台上干阴险 十三夜道 就这三样东西 能够普及到全民 社会暗地 世界货病 什么冲突都没有 真有效 所以我们把这种介绍 介绍了 大家不相信 大家听了是很有兴趣 也很有感动 会后下来之后 我们在一起吃饭聊天 说法师 你讲得很好啊 这是理想啊 做不到啊 这个话一讲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寒掉了 我们感到是 非常严重的一个危机 就是性性危机 你看佛讲的 一切法从心相生 性为道远功德母 你信心没有了 那什么都完了 那这个世界会想毁灭走过去 这还得了吗 所以未聊 要帮助他们建立信心 我们搞实验 这个实验做成功 马银九先生做 台北市长的时候 我也有个缘分 跟他见过一次面 跟他谈这个问题 他也很感情 他做了总统 跟我又定时间 我们两个也碰一次头 台湾可以做 台湾做我们相信 比大陆会做得更好 因为大陆 他对宗教的活动有限制 不能在社会有公开活动 他只可以在试验到场 弟子规可以 但是不是宗教 所以我们在唐指导做一个试验 就是试验弟子规 那么在台湾没有这个限制 感应品 十三页 这个如是道三个根 可以同时在台湾 来做 如果台湾有个小镇 有个社区 来做试验点 我们相信不会超过半年 陈吉 绝不输个汤匙 这一个点做好之后 我们用网络 用电视 向全世界播放 那会产生很大的效果 所以我们可以帮助 这个全世界化解冲突 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 不是没有办法 有办法了 这是一个很有效果 我们试验成功的一个方法 那么要谁去推动呢 实在讲 必须用宗教教育 所以我们深深去体会 今天世界 整个世界的动乱 就是东方 促获了传统的 伦理道德教育 在西方呢 促获了宗教教育 现在从上科学 外国人宣布 上帝已经死亡了 好像在东方 基督教 天主教挺兴盛的 在美国没落了 教堂都插牌子 卖 我们到美国就买教堂了 为什么卖了 没人上教堂了 所以才别卖了 所以这个是整个世界 动乱的根源 就是把圣贤教育 所乎 现在要想 能够化解冲突 恢复 安定和平 除了 恢复伦理道德宗教教育之外 没有第二个路口 所以这几年来 我有这个缘分 参与这些国际和平会议 我总是把这些事情 介绍给大家 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再不努力 时间来不及了 科学家也提出警告 拯救地球的时间 只剩下七年了 你说我们还有什么希望 这一句话 你仔细去听听想想 要用另外一句话来说 地球的毁灭了 就在七年了 不就这么一句话吗 你说这多严重 但是有七年的时间 我们想想能救 要想化解冲突 促进全世界的社会安定 这个活血社社会 我想只需要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就能回头了 只要有几个好的实验点 这个实验点的时候 利用卫星 利用这个卫星电视 跟这个网络来传播 不断向传播 大家都醒过来 都救过来 所以有这么好的工具 要会用 这个工具 如果内容不是正面的 还要播一些暴力色情 啥道阴望 真的 七年这个世界 七年这个世界晚了 因为旧了 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 要努力的 那更重要的 我们不管世界的安危 对我们修佛的人讲 好似 什么好似呢 逼着我们在七年之内 要念到一心不乱 自在往生 那没有这个情况 没有人比你 哎呀 时间长得很了 不要紧慢慢来呀 那现在告诉你 你寿命只有七年 你欲知实知 你是七年一定要走 不到极乐世界 就到山途 然后看你怎么办 没有再长的时间 好似一种 这对修佛人家好似 绝对不是坏事 让我们不能不认真 不能不专一 学别的东西来不及了 想学种种法门 到极乐世界 跟阿弥陀佛去 不吃 不要在此地浪费时间 那极乐世界 是佛教大学 你到那里 学什么 都是一流的老师 佛菩萨亲自知道 哪有不成就的道理 古人说 但得见弥陀 何愁不开悟 所以我们今天是 移民到极乐世界 这个事情是第一大死 头灯大死 那就对了 我想今天 我要告诉同学们的 就是这种事情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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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